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这五部剧,热度居高不下女心理师视线像及爆款 杨子八岁时,参演个人首部影视作品《如此出山》,开始在影视圈展露头角 二十年来,杨子稳扎稳打,从同星座十九零后赐小花旦一席 回顾杨子的表演之路,这五部作品,口碑极佳,不得不看 《战长沙》 《战长沙》是杨子首次在历史题材大剧中挑起大梁 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武汉失守后,长沙危在旦夕 杨子饰演的胡香香,是一户普通百姓人家的小孙女 她在家人万般宠爱下长大,原本不识人间愁苦,心性如出扬一般柔和明媚 但她的成长,却被战火纷扰 她从天真烂漫的少女成长为战地医院的护士 这部剧之所以成功,一大原因是淡化了虚假的英雄主义,取缔了夸张的表现形式 反而以一个乡女的视角来呈现独立意志,个人情怀,家族史诗 这样的创作方式,看不到抗战电视剧中常见的夸张元素,甚至连战争的紧迫感,也只是隐隐存在于安静的长沙城内 杨子在剧中有很大突破,从少女演到为人七位人母,打破了以往的童星印象 欢乐颂 在欢乐颂中,杨子饰引了一个来自小城市的平凡姑娘,邱盈盈 她是一个标准的傻白甜,个性比较轴,还有点二 她做事莽撞,不考虑后果 她为了爱情委屈求全 凡事拎不清的她,常让自己陷入窘境,甚至连同住的女孩也为她操心 小小的邱盈盈,像一只小蚯蚓,在大城市过得举步维艰 但是,杂草也有杂草的生存方式,她为了工作拼尽全力,人生照样精彩 香蜜沉沉浸如霜 香蜜沉浸浸如霜,讲的是花神之女紧密与天地之子续凤 邓伦饰演相爱而不自知,三世轮回恩怨痴缠,守望千年之恋 方明白情味和物,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 故事脉络清晰,剧情紧凑步拖沓 仙侠剧与一般古装剧相比,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一些如梦如幻的场景表现 该剧在场景制作方面堪称极佳,特效制作精良,服装道具考究 整部剧的风格轻松明快,紧密,续奉之间的互动甜蜜有趣,感情发展迅速却又不失自然 杨子生动的演绎,至少撑起了半部剧 紧密这个角色换个别的小花来演,指不定就玛丽苏到尬破天际了 可是,杨子却让人大吃一惊,她用精湛的演技,化解了玛丽苏人涉带来的并发症 使这个角色不仅不尴尬,还特别讨喜 亲爱的,热爱的 亲爱的,热爱的是一场高智商与高情商之间展开的甜蜜,梦幻的爱情故事 杨子饰演了软萌少女童年,童年既是拥有粉丝几十万,视频点击量破百万的《鱿鱼殿下》,也是跳级读研的计算机鬼才 她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 一次偶然相遇,童年对韩商严理线饰演一见钟情 她勇敢追爱,主动靠近对方 但她并不盲目,没有陷入感情而无法自拔 童年和韩商严,在日常相处中甜蜜碰撞,在实现梦想的路上互相扶持 最终,韩商严在童年的陪伴与支持下,实现了个人的冠军梦,也为国夺冠争光 女心理师 正在热播的女心理师,杨子饰演了一名心理咨询师贺顿 本剧以女心理师的成长经历为主线,讲述了她和母亲、朋友、爱人之间情感关系 诠释了家庭与关爱、信任与沟通的联系 剧中穿插了若干来访者的精彩故事 反映了社会中的现实问题以及人性的挣扎与自救 贺顿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同时作为电台主播前开议的搭档 用他的专业知识拯救了一个又一个心理疾病患者 传达着正确的心理认知,引导着大家正确看待生活中的问题 这是一步展现当代都市人的自我成长,引发观众共鸣的现实主义立作 通过叙述心理师为不同来访者进行心理咨询的过程,以多元个案触摸当代人的心理为成 例如,校园暴力、职场欺凌、PUA、空巢老人、非理智追星、产后抑郁、亲子关系等等 十余种时下热点社会问题在剧中依次呈现 女心理师作为国内最大心理IP影视化进阶,让观众在写时的案例中找到自己的情绪出口,为大众提供心理疗愈方案 这部剧题材虽小众,却聚焦国民心理社会热点,为荧幕前的观众传达着正确的心理认知 有望成为国内电视剧市场心理题材的天花板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谢谢大家